將每一次都是將最好的東西 所知道的東西和團友的分享 嚴永松Tony是有二十多年經驗的資深導遊 在外地大團的時候 眼見外國旅行團都會配備導遊耳機 導遊可以透過耳機和團友講解 方便之餘更加不會滋擾到當地居民 所以就將導遊耳機引入香港 香港很多外國公司 例如日本、歐美澳公司 都有導遊耳機配備給團友用 反而我見到香港人、國內人 是沒有用這些耳機的 我深厚之後我看回很諷刺 原來這些耳機大半有八成的市場 都是中國製造的 但偏偏中國人是沒有用的 輸出外國給外國人用 所以我們覺得這件事 怎麼可以這樣 於是我就去想想 如果我們香港這間公司 去做這件事 好不好呢 Tony和工廠合作 生產出公司第一批儀機 但創業第一年只買了兩套 到底出現了什麼問題 創業第一年 只有兩間旅行社 和我買了兩套 然後後來找出一個原因 原來他們想買得多 他們要扔一大筆錢去買 要花一大筆錢 這是一個預算 加上旅遊業不是賺大錢的行業 二來他們買回來之後 那些機器就要找專人去打理 他們沒有那麼多專人 香港的人工非常貴 所以他們覺得買完一批之後 試過了 回來又很亂 之後就沒有繼續跟我買第二批 所以頭一年甚至艱苦 了解了原因之後 Tony改變了公司的定位 由銷售改為提供租借服務 解決耳機需要維修 保養等問題 慢慢拓展客源 打開了耳機租借的市場 現在已經在深圳開了辦公室 成功衝出香港 現在漸漸的客戶 在旅行社方面之外 就開始有商業機構 有些遊學團 還有很多政府機構 譬如機場管理局 旅遊發展局 很多地產公司 甚至有些銀行 他們開一些會 都有機會用到我們的機 為確保耳機的質素 Tony都會在大團時試用 但有次耳機租給其他旅行社 被豪華歐洲團用的時候 突然失靈 他就立即帶操作正常的耳機 飛去當地替換 事事親力親為 原來跟他的導遊經驗有關 每次見到不同的客人 都是一個開心的經驗 因為你去很多次 做導遊去同一個地方 去很多次 但可能有很多團友 一生人去同一個地方 只能去一次 如果你沒有把那些地方 好好地告訴他 這個會覺得是一個失策 應該做到 將每一次 都是將最好的東西 所知道的東西 和團友的分享 是一個很大的一家 無所謂的東西 是一個很大的 分別 來自從來